一提到日本老牌饮料公司麒麟 台湾消费者脑海中立刻出现的大概会是 深茶、午后的红茶等 但是在日本 麒麟旗下有一款长青商品 柠檬水 在今年4月诞生 满92周年 当饮料不断推陈出新 这款老商品怎么玩出新把戏 找回当年的风光呢 让我们来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官网的文章 麒麟檸檬水刚推出时 一瓶要价25块钱 要知道当时一个红豆面包才5块钱 柠檬水可以算是奢侈品了 这也建立起柠檬水在麒麟饮料中的招牌地位 到了1973年石油危机 麒麟檸水更成了日本人逢年过节必送的礼品 当时一年就出货超过1483万箱 但进入2000年后 因为宝特瓶以及各种软式饮料逐渐普及 铝棍包装的麒麟檸檬水销量开始下滑 到了2017年销售量只剩下298万箱 只有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 同一时间午后的红茶年销量达5250万箱 生茶也有2780万箱 因此秦琳发现 再这样下去 柠檬水很难熬过第90个年头 这时原委午后的红茶行销企划二公轮子 转到了柠檬水的行销部门 他提出品牌重建的提案 不要因为90周年而卖饮料 如果我们因为卖了这瓶饮料90年 就期待消费者就会来喝它 这只是品牌的自我满足 应该要做的是 在柠檬水卖向第90年的时候 重新检视这个品牌与市场流行趋势之间的关系 二公轮子认为 现在消费者对于饮料的关键制是 远离糖分、健康取向 这也是为什么近十年来 日本的无碳酸饮料生产量超过7倍 但含糖饮料的业绩却一直停滞不前 像是午后的红茶推出低糖的奶茶 对于30到40岁的女性上班族有显著的吸引力 巧的是 90年前柠檬水刚推出就强调 无色素不加人工甘味剂 因此二公轮子提出 应该让品牌回到90年前的原点 只要继续坚持品质 结合现代消费者的价值观 70柠檬水能够重新站上宝座的可能性很高 而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包装 其实这款近百岁的老商品也经历过十多次的改版 但是二公轮子发现回归90年前的包装 把象征麒麟饮料集团的圣寿麒麟放在瓶森中央 标签使用黄、绿、水蓝 这三种原始用色才是琴琳柠檬水的真正原点 为了完整复刻 这群年轻团队不但拜访当年开发柠檬水 早已退休的元老及员工请义 还挖出他们过去留下来最原始的档案 才有了现在的样貌 新的瓶森虽然是使用宝特瓶 但是二公希望看起来像是原生包装的玻璃瓶 后来也有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个细节 暂许包装有点像啤酒瓶很好看 这次调整针对的消费族群是20到30岁的年轻男女 尤其是重视天然与健康的上班族女性 所以除了包装 二公也调低糖分 在香味及口感上 更像是在喝一杯清爽的柠檬啤酒 对外形相方面 今年更特别选用受年轻人欢迎的歌手 上白石萌歌 担任代言人 消费者怎么连结品牌与生活心事非常重要 就像使用Apple的Mac 就会有种俐落感的印象一样 于是 麒麟檸檬水的品牌重建 准则、确立 透明感 使用过去的黄、绿、水蓝的标准色配色 清爽的口味 配合常年使用的广告曲 既然包装口味都翻新 那为什么要沿用行友之年的广告曲 麒麟檸檬水之歌呢? 二公解释 大幅度的改变品牌 的确可以触及到不少新的或是已经离开的课程 但是也会有流失现有课程的风险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能稳住原有课程 同时逐步开发新课程 果然新包装推出后 柠檬水销量立刻成长两倍 从298万箱增加到614万箱 除了吸引到当初设定20到30岁的年轻男女 过去会在超市顺便买柠檬水的40岁以上的女性 也意外被全粉 七菱柠檬水的重生 在印证了老商品累积的品牌知名度 以及粉丝并非新商品能轻易挑战的 与其打掉重练或许更应该分析结构才能再次建立制高点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怡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